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这是我的双胞胎妹妹二妹 这是我的双胎胎姐姐大妹 大妹哈 俗话说上优铁汤下优俗哈 而现在呢我和大妹正好就位于杭州 要给大家带来新车子咯 没错 还记得之前我们是配色的 确信一代压根1PGV 而这次我们将会带来光奔的另外两块混动车型 没错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开的车子就是 确信一代好音的EHEV以及EPHEV 阿妹你看 现在在新能源的趋势下不仅存在车子 混动车型也很聚 就像现在的核资品牌啊 比如说光契奔铁也是阶列推出 多亏的混动白本车型来共学者 嗯 没错 像光契奔铁好音的 它的自由白车型小量表现一直很好啊 但是基于自由白本车型 打造了两块混动白车型 小量表现就比较一百了 嗯 那确信一代好音带来的 这两块混动白车型 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呢 诶 十一还是小六车 走 开车 现在来我们将这块实驾车开车了 全新意大利好运 它是提供了两个车型 一个是EPHV 一个是EHEV 那他们用的区别呢 一个就是插混 一个是优点混动 而且啊 这些一提的是 它还新增了格林蓝白 所以我们在车身的颜色选择范围上也会更广 那这两个别人车型它最大的两跌又是啥子呢 他们都采用了第四代 iMMD双跌机混合动力系统 优耗更低 动力更强 包括它的效率也会更高 他们两个呢 都是搭载了2.03Z-17发动机 跌动机最大功率为135切瓦 风车扭机为135切瓦 而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4切瓦 风车扭机为183切瓦 而且他们都设得搭载了 双跌机两档ECVT别处箱 跌持组容量更大 变成了是7.77W 包括它的存跌 选择地层可以达到91公里 而且总好选择地层可以达到1064公里 就比如说我们来一个长途旅行啊 包括跨身处游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从这个数据来看还是可以嘛 这也是实际看下又怎样呢 就是一个电车形式自给啊 像这块PHEV这个车子哈 如果你开到EV模式下哈 我们在中低速也能够获得比较强的动力 而且它的加速也非常的强劲 就是一个电车形式自给 而在高速下呢 你就能够解决到它有点点力不充心了 不过啊 当生产业们以后发动机介入 也能够提供越来越不对的动力哦 这个动力呢 还是比较适合家用 那它有没有其它加速模式 跟我们学着呢 它有四种加速模式 正常 经济 运动 以及学地 还改了我们大多数的用车场景 做起来的结局还是比较稳定哈 那它这个低配方面怎么样呢 在低配方面呢 它是采用了车埋伏训后多的结构 看起来感觉整个车身行面 也非常的有人性 再过一些比较跌背的路面上 也是比较游人有余 而且在其他部分车身上 还搭载了ADS 确置适应接证系统 那我们再过一些狗狗开开式 也会更加的游人有余 比较舒适 整体架式贴下来呢 还是不错哈 满足我们家用肯定是狗用了 但是呢 我有个问题 这两位车子和这个Z油边车型 有啥区别呢 很明显啊 你不觉得它这个外车更加捏轻 事实上话了吗 前面呢 就是采用了一个八边性的打嘴找性 而且加上虾仓系列的大灯 可惜也会更加具有视觉传击力哦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复杂哈 有没有更加接着直规的方式 来区分它们呢 当然有了 你看它这个车标 是有一缺 那些来进行够了 这也是来直规 咱且它的行动也成分哦 嗯 那这样子确实要方便一些 我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同时作为很多白贵车型 这块EPHEV和这块EHEV它们又有啥的区别呢 哎 你就问这个人了 这块EPHEV呢 它是一个产红百分成性 可以上绿泡 而这旁边的EHEV呢 它是一个优点混动百分成性 不能上绿泡 其实呢 我还比较喜欢它的尾部 并没有采用现在非常内容 长见的 规刷是尾灯的造型 而且尾灯是一直延伸到前面 开起来很立体哈 包括称之分明的卸角 也使得它开起来很有肌肉感 没错 作为一块重鞋 也是为了这个尾部 确实很有气势感 那接下来我带你再去看一下它的类似部分 走 上车 这方面就是本铁区域的价值化设计 你看 这儿 拐圈式的缝火状的空调出风口 搭配上约住性的空调调节感 很有运动气息 但是相比于现在国内 很多这种啥子插混切形 这个类似也太传统了 有点老气了 说实话 遇到这么的客气感 诶 核子里面不都这个样子吗 你看嘛 它的4.1英层的雪佛式中空片 以及这个全英的预标派 包括12扬声器的博士一项都没有缺席 这次还采用了最新的Honda Connect 3.0指导狐烈系统 可以使用智能运压车架狐烈 还有OTA升级等功能哦 嗯 这些配置的功能的话 没准我们日常需求还是够了 但是它H型方面咋样呢 我们做车肯定还是H的第一嘛 嘿 你就问这种东西 这次还手指打扎了 Honda深色366超GH系统 它将车向的高清摄像头的摊车角度提升到了90度 而且雷达接车射位扩大到了120度 包括它这个毫米波雷达的数量增加到了5个 能够更加精确的识别路面上的信息 保障我们车内重刻的H 哦 那岂不是360度都50觉了 其实啊 之前的好运不论是彩虹杯还是混毒杯 它们销量平平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这个价格方面比较高啊 而且啊在同价位当中也有很多的学质范围区间 没错 其实呢 而且我们吃的铁下来我们可以发现 全新一代好运这个EH-EV 以及EPH-EV 这两块车之外 在内外都进行很大的升级改变 对目前的官方售价还没有准复公布哈 不相信有7车之后 那么这两块车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我们不放一气 期待一波